接下來看題目 立題 有個120伏特600瓦標示 請問你電阻 請問你正常接的電流 請問你用15分鐘消耗多少能量 好 多少歐姆 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有功率 有功率 有電壓什麼公式 求電阻 P雷 R分之 B0 然後就往裡面塞就好 這是簡單的數學 往裡面塞 來 算一算大家就算 24歐姆 好正常使用 要120就接120 正常使用的電流 剛剛講過了 有功率 有功率 有電壓怎麼求電流 P等於IV 也是一樣 把它往裡面塞 該知道都知道了 就往裡面塞就好 然後就是數學 簡單的算出來就是5A 好 請問你消耗多少能量 就是有功率 求能量 前面講過 有給了功率怎麼求能量 乘以時間 要注意什麼事情 時間要用所謂的秒鐘 所以就是1.1pt 注意時間要用是秒鐘 所以往裡面淡 5分鐘要乘以60 10遍這麼多秒 有認真的算出來 就這麼多焦 這就是簡單的例子 簡單的例子 就像這樣 OK嗎 OK 好現在放各位 請問你 跟剛剛一樣 標示 然後接上去正確接 1.問電阻 2.問電流 3.問能量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跟剛才完全一樣 請問你多少咧 多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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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的計算 也跟剛才完全一樣 好 小時候可愛小女生有嗎 我寫錯了 16 第一個 第一個 對著我笑子彼此 對著我笑子不會錯的意思 是不是 有人在抱給他 你也不講 有人在抱給他 你也不聽 剛剛講過了嘛 又功率 有電壓 又求R 就是P等V平方 除以R嘛 然後就往裡面帶數字 這都是簡單體 就往裡面帶就好的 會不會就是數學而已啊 沒有變化啊 認真算 你本來就出來 就220嘛 啊同理呢 電流咧 跟剛才一樣嘛 公式什麼公式 啊 有功率 有電壓 求電流 什麼公式 然後就往裡面算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做Ber 不是男生嗎 沒有 本身就兩個一男一女就好了 0.5 0.5還是1.5 1.5 1.5 白癡 1.5 1.5 1.5 快點了 1.5 來請做0.5 好 做0.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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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過嘛 有P有V 求電流T的IV嘛 都有的話 裡面塞就好了啊 這種事也不會算喔 蛤 阿最後能量咧 阿最後能量咧 能量咧 一樣嘛 有功率怎麼求能量 剛剛跟你講過啦 有功率怎麼求能量 有帥哥男嗎 這個是帥哥女 喔是 是 是 功率算是 我答案 我不要跟妳說 我不要跟妳說 答案 我不知道 快點啦 1.8 很多 10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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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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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功率成10 就是能量嘛 時間要用秒鐘嘛 所以要把那個T換成秒嘛 所以2要乘60嘛 那就數學算算就66 6,6 6 這就是練習25 就是跟剛才一樣 給標示 問電阻 問電流 問一段時間之後的能量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25 好 下一題 基本上跟剛才一樣 也是問電阻 也是問電 第三小題不一樣 第三小題不一樣 他正確要接 要接站220伏 他現在只接110伏 那請問你功率變多少 剛才講過了 誰沒有變 電阻沒有變 電阻沒有變 然後這麼樣的電壓 這麼樣的電阻去求功率就好了 來前面兩小題跟前面一樣 一問電流 電流多大 電流有多少 二三 一 多少 一安培 一嗎 五安培 請坐 來 PDRV 帶進去 五安培 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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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阻有多少 跟剛才一樣 跟剛才一樣 怎麼都沒有女生啊 怎麼都抽不到女生 怎麼都抽不到女生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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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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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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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了 不清楚就算 就算了 講過算怎麼辦 電阻一樣喔 你原來44歐姆 改接110的時候還是44歐姆 電阻是一樣的 請問多少 請問多少 27 換你表現 27 螺旋玩啊 你幹嘛螺旋玩啊 44了 4 多少 275 275 不管他有沒有正常使用 電阻是不變的 現在是有電阻 有電壓求功率 所以用V平方除以R來做 然後如果要算能量就才乘時間就好 好 假如這個能量就求時間就好 所以 就帶進去 算出來 275 剛才跟你說可以用比的 V平方除以R 電壓變一半 功率平方變四分之一 你就可以算出答案出來 反正就這樣做 最後是練習26 簡單的 告訴你 標示 請你算電阻 請你算電流 請你算出 他所消耗的能量 還有 如果沒有正常使用 會怎麼樣 這就是 我們的練習25 跟練習26